好开心,今天可以来到新加坡全港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选了一个非常熟悉,但又其实不是很熟悉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选这个故事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第二,这个故事和我们之后的退休会的很多前书,其实都有密切的关系 最后一个理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我们正处在狮子坑里面 我们需要一个狮子坑里面的拯救 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 它有66本,但它其实又是一本 圣经有一个中心 就是天国的来临,君王的来临,耶稣的来临 旧约39本书都是仰望着主耶稣基督的来临 而新约的27本书都是 望回头看到主耶稣基督来临 你要明白但以理书,你要知道但以理书是整本圣经里面的定位 你要明白但以理书,你需要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 我想很快带你看一会儿以色列人的历史 你可以这么说,以色列人的历史由阿伯罗罕开始有以撒、雅各、约室 接着在约室的时候,他们下了埃及 但是埃及不是他们的应许之地 于是通过摩西上帝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 摩西没有进入迦南,而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 他们进入迦南之后,他们进入一个斯斯的时代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斯斯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简单来说,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 在斯斯军里面有一个主线叫做 那时在以色列人中没有黄国人按自己的任意而行 而在那时,他们说他们做自己眼中看为对 但是耶和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他需要一个君王 这个带我们进入以色列人的君王的时代 第一个君王是蘇罗 不是一个好的皇帝 真正上帝挑选的是大卫 但是大卫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君王呢 不是 他在布什巴,在乌尼亚件事上面 他淫人妻,杀人老公 如果有机会你回去看撒母意记 他说,拿单先知说 你做了耶和眼中看为恶的事 原来大卫都是中了毒 他都是好像斯斯时代的人那样 做了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 也或眼中看为恶的事 大卫死后 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 所罗门应该是一个和平之君,荣耀之主 但是他贪爱爱邦的女子 他开始敬拜爱邦的神灵 所罗门将以色列人带进一个罪恶的时代 以色列人继续等待一个最终的公义君王尼郎 因为所罗门的罪 上帝将以色列人的国分为两边南北 这两个国度 本来应该吸取了教训专心去侍奉上帝 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继续去敬拜当地的偶像 于是上帝猜遣两个国家 将这两个国家都灭了 一个叫A国,一个叫B国 在公元前721年 上帝让亚朔国将北国以色列人灭了 在721 BC, God allowed Assyria to destroy the north country 更重要的是公元前586年左右 巴比伦将南国犹大都灭了 在南国被淪陷的前后 有三次的秘鲁 第一次是公元前605年 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公元前605年 但以理由耶路撒冷秘鲁去巴比伦 虽然他们秘鲁巴比伦 但上帝曾经认许他们 大概70年之后会将他们再带回耶路撒冷 他们回归的路上也都有三次 第一次是公元前538年 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那一年 但以理从狮子坑里面被拯救出来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 但以理书是一本怎样的书的时候 你的答案应该是一个在秘鲁当中等待回归的一本书 但以理书是一个秘鲁的时代 他要的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 他在等待着天国的来临 他们可以回归耶路撒冷 但以理是会在一个罪恶黑暗的时代 等待着君王拯救罪得赦免来临 这个是但以理书 如果有人问你 但以理书是什么的书 我给一个很简单的答案给你 答案就是它是一本e-book 不是电子书 有两个e-book的解释 第一个e是代表exel 你的e是代表了秘鲁 但以理书是一本关于秘鲁的书籍 第二个e我叫它做extraordinary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本书 但以理书是一本奇书 所以今天我想用四个角度 和你重新再看但以理书 和但以理书《施智坑》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The book of Daniel And the story of Daniel The light is standing in four persons 那四个角度是奇书 奇人 奇事 奇患 所以我们开始 先看奇书 很多时候当我们去读 读《施智坑》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会将它读为一个独立的故事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施智坑》的故事 其实是被插在一本 很精彩的奇书里面 这本书非常之复杂 但是复杂得来又有一个很清晰的文学结构 圣经学者告诉他 当我们读《施智坑》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一本书斩为两半 你斩的时候有两个斩法 第一个斩法是按照写作的体材 第二个斩法是靠着写作的语言来斩 我先和你看看写作的体材 当你用写作的体材来斩诞书的时候 刚好斩在中间 一至六章的体材是聚事的文体 里面所说的是宫廷的斗争 简单来说可以拍戏的 但是去到后面那六章就大件事了 因为后面那六章是启示的文学 好讲很多的是末世的语言 所以后六章好像一个漫画书 因为最后那六章的语言 所以在基督徒的圣经里面 但以理是一本先知书 但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 但以理书不是一个先知书 它是属于其他的著作 因为但以理不是一个先知 它是公务员 当你去看但以理书 用聚事文体来看的时候 你发现但以理书是第一部分的最后一个故事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故事 Danael and the Lion's Den is the last part 它是第一部分最终的高潮 但是更有趣的 它是对应着之前第一章 另外一个但以理的故事 就是但以理先被老入了宫的故事 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两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以为是两个礼拜之后 因为你一个礼拜去主日河 他教你但以理你被拉入宫 下个礼拜烈火摇 再第三个礼拜就已经入施坑了 但是如果你去看整个历史的时候 我们相信中间隔了六十几年 当但以理你入施坑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八十几岁的人 当你这样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在讲一个奇人的一生 他对上帝的忠诚 由他最年轻的时候 到他最年老的时候 都是一致的 甚至可以这样说 他对上帝的忠诚 因为他年纪的成长越来越追求 甚至他在他的八十几岁的人生里面 是他整个属灵生命的高峰 我不知道你在教会久了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 我久不久在教会听到会有人这样说 我年轻的时候都曾经火热过 现在不再火热了 你明白吗 我读大学的时候 都曾经很想和人传福音 甚至想过可能想做牧师 但是进了世界 发现原来钱真的可以赚到 这个不是圣经 呼召我们的基督徒人生 圣经要我们活着一个奇人的一生 由小到大 甚至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 应该是教会里面最有分量的支柱 求主帮助我们 我现在带你用第二个角度去看这个架构 但这书很有趣 因为它是用两个语言所写的 它的前和后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但是中间那段 由第二章去第七章 其实是用亚兰文所写的 如果你这样去看 施子坑的时候 你发现施子坑的故事 是在亚兰文的那一部分 今次它就不是包尾了 它是尾尔的故事 最有意思的就是 在亚兰文这段里面 它其实有一个很清晰的架构 是ABCC'B'A' 在这个架构里面 施子坑是对应着另外一个故事 一个是B 一个是B' 它对应着另外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 叫做烈火堯里面的故事 所以在整本弹义力书里面 我们看到有两件歧视 所以我们可以叫它做歧视双包胎 不是我讲的 圣经学者告诉你 当你去读这两个故事的时候 你发现这两个故事 真的是双包胎来的 是孙子来的 没有可能的 一个是狮子 一个是火 怎么会不拉奸的 完全是一样的 因为当你去看他们的故事情节 你发现 原来这两个故事是饼印来的 两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禁令 两个故事里面都有人违法 两个故事里面都有人被控告 两个故事里面都有人被应在一些地方 两个故事里面结果他们都出来无损 两个故事里面最后都有杠子 两个故事里面最后都有君王承认上帝为主 两个故事里面是两个故事 两个故事 两件歧视 你没有想过 為什麼在彈以理書裏面有這兩件的歧視 林牧師因為很奇怪 如果是星加坡發生都會上報紙的 但有沒有可能 其實當時有很多歧視發生 但是彈以理選了這兩個故事放在彈以理書裏面 為什麼這兩個故事在彈以理書裏面 因為這兩件事都跟秘魯有關係 你想也沒想過 我想帶你回去看多一些舊約聖經你就明白 我想先帶你去看烈火堯和秘魯的關係 我想和你讀以賽亞書第四十八章 你聽我讀這兩節聖經 以賽亞書第四十八章第十字這樣說 看啊我煎熬你卻不漲煎熬銀子 你在苦難的火爐中 我試煉我減煮你 你們要從巴比倫出來 從加勒底人中逃脫 以歡呼的聲音宣告 將這全陽到地極雪 也會說救贖了他的伯仁雅閣 所以在絆文83sorry 指著 Jesus Behold I have refined you c mà not as silver i have tried you in the fairness of affliction 在諾19 Go out Babylon flee from the Babylonians declaring it with a shout of joy 那個 grid Send it out to the end of here say the Lord has redeemed its servant Je parenting 我不知道你能否看到巴比伦是什麽 巴比伦是火爐 而上帝通过以赛亚曾经预言 有一天他会将以色列人从火爐的巴比伦里面拯救出来 所以当这个烈火遥的故事开始发生的时候 其他所有在读这个故事的人知道上帝必会拯救以色列人 出巴比伦 那狮子坑又怎样呢? 一样的道理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第十七节 以色列士打散的羊被狮子赶散的 首先是阿淑王将他吞灭末后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截断他的骨头 所以在这里巴比伦是比喻做狮子 而上帝应许他们有一天要将他们从狮子坑里面拯救出来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十八十九二十节 看啊我惩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 我必领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草场得以饱足 在哪日你寻找以色列人的罪业一无所有 寻找犹太的罪恶也无所得 因为我所留下的人 我必赦免这是遥和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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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n chapter 50 verse 18 in Jeremiah it says, 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个歧视的双胞胎的时候, 其实这两件故事是代表一个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耶稣说一定会拯救以色列人, 让他们从秘老去回归。 耶稣会来,上帝的君王会来, 我们的罪可以得到最终的赦免。 耶稣有没有来啊? 有,不过但你看不到。 因为要等到五百多年之后, 耶稣才来到我们的当中。 马帝福音第一章21节这么说, 马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这个是一个秘老回归的应许, 一个秘老回归的成就。 但是我们都要问, 究竟耶稣是怎样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我想带你回去看我们的歧视双胞胎。 所以我们应该回看, 聖老师告诉我们, 莎子坑的故事除了有聂火哟的故事作为他的双胞胎之外, 狮子坑的故事有另外一个上报台 但是有趣的地方 这个上报台是五百多年之后才出生的 整本圣经里面有两个故事 与狮子坑的故事是一样的 一个是烈火遥的故事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是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 有没有可能呢 珍珠也没有那么珍 It is totally, absolutely true 如果你去看两个故事 你的故事 你就会看到他们如何平衡 在两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人超乎了他的同辈 这个人在两个故事里面都是无过的 然后其他人都要找他的把柄 最后他们都告他叛乱 在两个故事里面都有人想将这两个人释放 在两个故事里面两个人都去信靠他们的上帝 在两个故事里面都被丢在坑中 而两个故事里面的坑口都有一个石头顶住 在两个故事里面这两个人都是在祖上安全的出坑 在两个故事里面最终这两个人都得到上帝给他们的权柄 但是这两个故事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但以你真的是安全无事 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 他为我们完全谈到他的生命 接着再为我们第三天里面重新的再复活 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成就了 但以你书里面施志坑的故事 你看不看到 原来旧约的故事都是指向一个更伟大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幅图画 你看这幅图画里面你看到多少只鹿呢 前面那个你盲的都看得到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鹿的后面有另外一只大鹿 那个大鹿才是整幅图画的主角 圣经都是这样看的 旧约是新约的影子 所有的故事倾向指向主耶稣基督 指向他的受死复活 我们今天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而站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的福音 旗书 旗人 旗事 最后 旗环 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你的旦以理书 十二章不是很多 你会发现但以理书里面充满很多的异象 在第一章介绍了秘鲁回归的这个历史场景之后 在第二章里面你立刻看到一个很伟大的异象 我想大家都记得一下这个故事 有一个很巨大的象 头是金的 胸膛鼻旁是银的 身体的肚腹腰下是铜的 还有一只脚是铁的和铜的 但重要的是天上有一块石头 从天而降 打垮所有的东西 这是一个什么的异象 这个异象简单来说是 这个异象代表列国都要庆福上帝的国要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所有最伟大的国度都要过去 所有最伟大的公司的人物都要过去 Google会过去 Apple会过去 Facebook会过去 Everything will pass 唯有一样东西会传到永远是上帝的国度 但以理书挑战着我们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你为什么而活? 你为什么而活? 你今天你去读书 你为什么而读书? 你去工作 你为什么而活? So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What are you studying for?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What are you working for? 你追求的是地上的国度 放大了四倍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七至十二章 我打到你是看不明白的 我看不明白的 不过不要紧要的 中心思想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万国都要被庆福 但是上帝的国直到永远 这个但以理书的外层 在两个巨大的意象中间 夹住了两个中心的见证 刚才我们说火遥当中的见证 施子坑里面的见证 还未完之后 中间还有另外两个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的 有两个皇帝被上帝审判 一个是尼布甲尼撒 另一个是白沙杀王 有没有留意两个故事的审判 都是和异仗有关系 通过异仗上帝审判了这两个 很狂傲的皇帝 如果你留心去看整幅图画 你发觉是一件三文字来的 你看到吗? A B C C Prime B Prime A Prime 是两件三文字来的 整本书好像告诉我们 那些异仗是夹住了见证 有时我会这样想 那些异仗是我们的加油站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弹以理书里面的弹以理 和他三个朋友 死都不愿意韩服 为什么他们这么忠心 为什么他们奉上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秘密 他们的属灵秘密在哪里 原来他们的秘密 是在天国的异仗里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 弹以理是一个怎样的年轻人 因为他做得很棒 我们可能想他每天起床就在看报纸 上网 看完全世界的消息 接着什么都知道 有没有想过弹以理其实未必是这样的弟弟 有没有想过弹以理是一个偶偶的弟弟 经常在想第二个世界的东西 接着皇帝问弹以理有什么意见 他才扎醒 哦哦哦 刚刚你讲的是什么 我太太有一个表弟 他小时候 只是喜欢一样东西 就是看漫画书 就是那些 所以你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跟他玩 他很牛的 你问他读书怎么样 你问他什么 他完全不回答你的 但是你一跟他讲漫画 他就醒了 接着他就跟你讲漫画书里面的人物 好像漫画里面那个世界才是真的 他现在活的世界是假的 你有没有想过弹以理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活在一个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世界里面 是他天国的意仗给他这样的能力 the power 让他可以活一个这样的人生 我记得两年前 我们在香港 有很多人在玩Pokemon 就是你知道那只Go Pokemon Go 所以 很有趣的 你上班上学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些人 每个人都拿着手机 但是他又在走着 我们平时在走着那条路 但是他的世界在手机里面 有没有想过弹以理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的思想完全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但是他的人生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为天国做见证 今天我们活在新约里面 我们再不是旧约里面的弹以理 所以你不用常常在想着那些弹象 我们有整本的圣经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活在圣经里面 新约里面的弹以理是哪个呢 是保罗 他经常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保罗说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保罗经常是想着 有一天上道会回来 我在上帝面前 可以得到一个公义的冠冕 每天保罗只想着两样东西 一个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 为我上十字架 第二次他只是在那里想着 就是耶稣会回来 傻子来的 瘋子来的 而他的人生就是被这两个支点 所抛在住的 今天你和我需要活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世界 我们需要活在福音的世界里面 我们要完全相信福音的真理 相信耶稣基督的说话 耶稣说你不要惧怕 上帝已经将他的国赐给你 于是上帝叫你 你可以去卖你的财产 你可以将你的财宝 放在天上 毫无惧怕地将你的一生奉上给上帝 甚至主耶稣基督曾经这么说 他说你不要惧怕那个会杀你的人 你要惧怕那个死了之后 可以有权柄将你送进地狱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你 帮助我 帮助我们这些活在狮子坑里面的人 叫我们坚信上帝的真理 叫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旦以理 叫我们活出一个传奇的人生 和其他新加坡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愿主祝福我们 我们是祈祷 我们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 这个是你的话语 这个不是人的智慧 祝我们感谢你 我们可以在新约的角度去看旦以理 旦以理等待主耶稣基的来临 但他等不到 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我们的君王已凌立 让我们相信祂所说的一切 让我们追求一个不一样的国度 甚至奉上我们的生命 祝福我们的教会 我们这样期待 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